青海野牦牛交配被当地牧民扔石头打断 坏了牛王好事后野牛瞬间暴走 四提生风朝牧民冲了过来 而牧民靠着两堆牛粪侥幸躲过乐意姐 不过自己的汽车却成了野牛王发泄浴火的工具 被野牦牛暴力操翻 那么牧牛为啥要攻击牧民 难不成野牛的好事被破坏也会记仇吗 视频中的这位男子名叫巴达拉 是青海本地的牧民 巴达拉家里本来是牛羊成群 生活富足 但今年开春 巴达拉也遇上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搞得巴达拉心力交瘁 原来巴达拉家里的牧场最近闯进了几只野牧牛 这些野牧牛体型彪悍 天天就知道霍霍巴达拉家里饲养的母牛 也不管母牛愿不愿意 动不动就骑到母牛的背上 强行与母牛交配 制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关系 野牧牛长得非常高大魁梧 巴达拉家里的母牛被接二连三压断了几株 一头牛的市场价一万多 巴达拉看着母牛天天被搞 心急如焚 但是却也没有办法 毕竟野牧牛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随意伤害就会被判刑重罚 这天下午巴达拉心里烦闷 在自家承包的几百亩大牧场上巡逻 发现有一头野牧牛又偷偷摸摸靠近了自家的母牛 想到这几天家里的母牛被接二连三祸祸了一个遍 巴达拉就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操起了地上的一块碗石 用劲儿丢向了野牧牛 没想到野牧牛干的事让巴达拉差点吓尿 青海野牧牛交配被牧民扔石头打断 一千两百斤野牛王暴走追击 牧民靠着两坨牛粪才勉强躲过一劫 不料自己的汽车却成了野牧牛发泄的工具 在巴达拉捡起地上的石头乱扔时 脑子一片空白并没有想那么多 本来想吓唬吓唬野牧牛 没想到石头不偏不倚 正好砸到了野牧牛的身上 野牧牛瞬间暴走 从母牛的背上跳下 鼻孔中呼吃呼吃土的粗气 巨大的气柱就像烟雾一样 发现巴达拉后仰着牛头就撞了过来 巴达拉一看野牧牛四体生风 尘土漫天 早就下得无法自拔 在本能的驱使下掉头逃跑 可野牧牛的奔跑时速能达到55000米 发情期的暴躁公牛奔跑速度更快 巴达拉根本跑不过野牧牛 眼见于野牧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巴达拉集中生智 跑向了一旁的牛粪堆 靠着粪堆来回与野牧牛周旋 野牧牛视力不佳 愣是没看到巴达拉的藏身之处 却只能闻到巴达拉就在附近 发情的野牧牛是个暴脾气 就像梁山好汉 那是有仇必报 来回找了几圈都找不到巴达拉的踪迹 索性将发现浴火的目标 对准了巴达拉的汽车 一通蛮牛撞击 将好端端的汽车撞成了破烂 巴达达此时虽然气愤 自己的爱车自己都舍不得糟蹋 却让野牧牛搞成了这副鬼样子 但却又不敢声张 只能躲在臭气熏天的大粪后边默默承受 青海野牧牛脾气太大 屡次三番下山强暴牧民家的母牛 牧民丢石头打断了野牛王的节奏 反被野牛王报复追杀 巴达拉就因为朝着野牛王丢了一块石头 害得自己被野牛追杀不说 连自己的汽车也遭到了牵连 被野牧牛顶成了一堆破烂 因为野牧牛太过猖狂 把巴达拉家里的母牧牛 接二连三的霍霍了个遍 当地县政府听说了此事 赶紧派人前往巴达拉家里调查损失 十几头母牛都成了残废 政府部门查清楚损失后 将事情汇报了上去 两个月后 上级政府补贴了三万块钱给巴达拉 算是补偿野生动物 给巴达拉个人的损失 直到现在 巴达达回想起当时野牛王发飙的样子 也感觉后怕 试想一下 能将钢铁打造的汽车都弄成稀巴烂 如果这双大脚挑在自己身上 那自己或许就见不到以后的太阳了 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 巴达拉家里的牧场围起了几千米长的铁渣烂 自此以后 发情的野猫牛再也无法冲到巴达达家里为飞座带 专家建议 野猫牛虽然是食草动物 但脾气暴烈 一旦有不顺心的事 就可能会把眼前的东西当成出气筒 曾有游客近距离给野猫牛拍照 野猫牛发飙后 连续追车追了几十公里 才算消气 所以大家去青海旅行 看到野猫牛可千万要离远一点 否则意外可能随时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